俄乌冲突,给解放军上了生动一课 要实现统一,三大错误不能犯 大家好,我是萧云华 最近台当局放狠话,称有胜算,哪来的底气呢? 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 拜登再次对我国做出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 台当局显然有些着急了 据相关媒体透露 近日台当局所谓的访务部门负责人 对外宣称,一旦两岸开战绝对有胜算 台当局放出的这番豪言壮语 随即引起了大陆同胞的高度关注 不少军民朋友也纷纷感到疑惑 不明白台当局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呢? 在我看来,台当局抛出这样的狠话 大概率是想要讨好美国 以换取美国的支持 台当局如果想用这种狠话来状态 那就有点不吃食物了 首先台当局所谓的访务部门 根本没有资格来跟解放军正面较量 前段时间,台当马弓箭与解放军052D下面舰 在台海海域对峙的情形 虽然是台军的主力舰艇 但在解放军的下面舰面前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 分析来看,仅看解放军下面舰和台军这艘最强主力舰艇 马弓箭的对比 就知道两岸之间的实际差距有多大 毫不夸张的说,台当局所谓的访务部门 是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的 其次,这场恶物冲突也给解放军上了生动一课 让我们深刻的意识到要向实现统一目标有三大错误不能犯 其一,即便双方之间的实力悬殊很大 但也不能低估了对方,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二,在战术运用上一定要根据信息化战争的特点进行演讯 第三,美西方国家给乌克兰的援助有可能会复制到台湾 在我看来,不管是解放军在硬实力上 与台当局所谓的访务部门已经有了很大悬殊 还是解放军从俄乌冲突中吸取一定的教训 都对我国统一大业有着很大的帮助 我认为到了这个时候,台当局竟敢放出绝对有胜算 这种狠话梦话出来,无疑是在提醒解放军 断然出手,出称统一,已经是不可避免 恐怕只有这样才能让台当局方面彻底醒悟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